前首相纳吉入狱之后 早前还有传闻指出 乌统政治局对首相沙比里下达了最后通牒 要求沙比里向国家元首申请赦免纳吉 否则就会开除他的党职和党籍 不过同样来自执政党的伊斯兰党 就不认同乌统的举动了 伊斯兰党副主席穆罕默阿玛认为 乌统领袖向沙比里施加压力 要求他干预法庭事务的行为 是非常不恰当的 这么做只会对政府和国家产生不良影响 除了不认同乌统要求首相沙比里 干预纳吉的法庭事务 伊党副主席穆罕默阿玛今天在吉兰丹受访事业表示 他认为乌统法庭帮不应该一再地向沙比里施压 要他尽快举行大选 因为人民都不希望紧急内大选 反而更希望政府先落实 重振经济和应对通胀的措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